公司節目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掌聲響起 上個禮拜四 大家都急著要去放三天的年假 大盤也只小涨了28点 但是在此同时 或许你再担心 这三天年价会不会稀辣又出来搅局 吹奏全球股市一池春水 但是我们跟大家预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关乎今天到月底这段时间 大家能不能开心的成为市场的赢家 这件事我们仔细来看 我说上个礼拜五 我们很明确的看到了上车的机会来临 从哪边看到 第一个大盤 因为大盤当天虽然就小涨28点 但是我从整体的期限或数据看到了 它是6月份以来 仔细看6月份是这样子跌的 跌了四五百点 是6月份以来 整体期限或数据最偏多的一天 所以结论就是上车机会来了 那今天呢 我们仔细来看 大盤涨了128点 大家没有等待多久 就是一个三天年价之后 机会马上实现 那么重点是当我们看到机会的时候 我们不只要带朋友来赚钱 也要把这样的获利机会 分享给所有我们忠实的都是好朋友们 但是我们强调一件事 这个机会只要你跟上 只要你愿意 你都能够跟得上 那重点是机会来了 并不是要大家看着蝴蝶就开钱 看到哪一档股票你就去追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你必须锁定好标的之后 下好离仇去买 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这件事 不见兔子不杀鹰 你千万不要把老鼠看成兔子 看到会涨的股票 你就匆匆忙忙跳进去追 不行 你必须掌握这件事 把手中的弱势股 换到强势股 一起来赚行企 所以呢 我们不只在节目当中 把我们所看到已经 露出两只耳朵的兔子 来跟大家做分享 同时呢 我们从我们锁定 我们看好这些兔子里面 精挑细选的三档股票 这三档股票 分别是100块以上的高价股 50块到100块之间的 中价位股票 以及50块以下的低价股 我们请大家 强候大家 只要你愿意成为赢家 我们愿意帮助你 把手中的弱势股 你看看哪一档 你觉得它最没有机会 你觉得它跟你最没有缘分 你最不想看到它的 你把这一档换掉 它也许是低价股 也许是中价股 也可能是高价股 你把它卖掉 你换到 我们帮你准备的 这三档股票当中 高中低三档 我们要让大家真实地去体会 什么叫做握着强势股来赚行情 所以上个礼拜四 大家在休假的时候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 你愿意来掌握这个机会 你愿意抱着强势股来赚行情的 我们所有的团队 以及信号服务人员 都诚心 竭力地来帮助你 你检视一下你手中的个股 哪一档你最不喜欢的 你就把它卖掉 把这些钱换到 我们帮大家准备的强势股身上 所以过去我们是不是就跟大家提到 不见兔子不杀鹰 兔子我们帮你准备好了 那重点是这个老鹰 你必须要自己准备 如果你手上有资金 那当然非常棒 直接用你现在手上的资金来买 那如果没有呢 我们让大家来体会 什么叫做握着强势股赚行情 所以我们请大家好好检视一下 手中的持股 然后拨个电话跟我们联系 我们好好的来帮你 看你手中的股票 你想要换的是中价位 还是高价位或是低价位 而今天机会已经都在大家面前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 不管是我们上个礼拜四 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兔子 或者是我们帮大家准备的这三档 锁定好的兔子 它今天有什么样的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到 在过去两个月时间 我们跟大家持续锁定的强势主流 汽车领组件这个族群 这也是上个礼拜 我们特别跟大家强调 它上个礼拜的走势是比较温和的 反而它在这个礼拜 休息够了 就是为了走更长远路 它最有机会 我们仔细来看 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一档中价位的个股 4528的江青段 它不只是我们会员手中的持股 也是我们帮大家准备的这三档高中低教会当中的中教会个股 我相信你上个礼拜你有打电话进来 你都知道这一档股票要怎么操作 待会我们就直接来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是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 因为在5月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 很多汽车领主舰的营收非常的棒 到了5月29号的时候 我们特别说 我们掌握到的第一手讯息 有一些营收是很棒的 反映出来的是先知先觉的 它已经进去了 股价它是压不住的 当时它在这里 这是周线 当时连三红 我们还是告诉大家 好成绩单端出来 它股价已经看出来压不住了 那么当天它有没有涨 没有 当天仔细看一下 当天它的股价在这边 跌了三个百分点左右 我们就告诉你 股价压不住了 那隔天6月1号正式实施10%的涨跌幅 它真的压不住 一马当先往前冲 仔细来看 直接震荡走高 尾盘锁上涨停 再创波段新高 以周线来看 很清楚就是一根红K棒 接下来隔天 接下来隔天继续大涨 创波段新高来到93.9%之后 仔细看 6月份大盘拉回了522点 它拉回之后转为强势整理 这样的比较大家感觉出来吗 很清楚你眼睛会看到什么叫弱势股 大盘叫弱势股嘛 6月份到上个礼拜四为止 它跌了522点标准的震荡走低弱势股 它是创了高点之后 开始在震荡整理 而且低点 越电越高 所以上个礼拜四 我们请大家好好的来体会这句话 创高 整理 接下来它会有什么动作 还记得吧 上个礼拜四 我们所跟大家分享到的个股 几乎都长这样的模式 长这个样子 它都是在6月初 创了波段新高之后 开始随时在整理 大盘是弱势股 它强势整理 所以你说弱的股票 是不是应该换到强的股票上面来赚行情 那么上礼拜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是不是都跟大家强调 它的状况就类似 5月底的时候 股价是压不住的 已经有这样的蠢蠢欲动的态势 所以如果你是中价位要换到这一档 那么请你务必 今天找盘 不要想太多 不要管大盘到底是涨是跌 你就赶快换到这一档 赶快去卡位就好了 那今天它怎么走 我们仔细来看 这样的交代 这样的一个提醒 有没有帮助到投资好朋友们 今天它的走势是这样 开一个小高 在10点之前 它大概就在88块这附近震荡 你都可以买在88块之下 接下来呢 沿路走高 最高涨了9.6个百分点 它三档就涨停板了 从这一个点88块到这高点 都超过5%的涨幅 所以一开盘进去买 是不是的确让大家买在今天的低档 创了收盘价的新高91.5 上个礼拜四 提醒大家的 强调找盘就要买 今天一根红鸡胖拉上去 收盘价创新高 眼看着就要去突破波段高点 大家再回想一次 上个礼拜四 我们跟大家讲 大盘往南走 它横向震荡 低点越电越高 这样的强势整理 它是不是非常符合 强势股的股价惯性 创高 整理 接下来呢 那三个字 我相信你只要是我们 忠实的好朋友们 你都知道是哪三个字 今天 它是不是又出现了 即将再创高的走势 所以 我相信 如果你上个礼拜 你有来 愿意 把手中的弱势股 换掉 你不要再 你要戒掉 抱着弱势股 看行情 这样的坏习惯 你想要拥有赢家的好习惯 握着强势股 赚行情 那么这档中价位的将心段 今天 是不是让大家充分地感受到 获子座股 今天可能 不好的可能还在跌 弱的可能小涨 但是强的呢 一马当前冲出去了 不止今天大涨 明后天 说不定就创波段新高了 这个就是 换跟不换之间的结果 所以 今天 我们持续 要来帮助大家 同样的事情 我们希望 再来 请大家 做一次 如果你错过了 上个礼拜的机会 这样的事情 请大家 再来做一次 好好的去感受 什么样 才是 真的的赢家 因为今天 既然上车的机会 正式实现 那盘面上的 状况 铁定是这样 上个礼拜 已经先露出 兔子的耳朵 这一些兔子呢 它已经 冲出去了 那么你上个礼拜 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帮助你 你的老鹰 也已经杀出去了 你已经咬到一只兔子了 但是呢 后面 会有一只接一只的兔子 它要 还刚露出耳朵 它要往前奔而已 所以既然机会来了 而且 有一只接一只的兔子 露出耳朵 它才刚要冲出去 当然 你错过了 上个礼拜四 现在都还有 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今天一样 如果 你愿意 把 不好的习惯换掉 转换成 赢家的习惯 那么 好好的检视一下 你手中的个股 看看哪一档股票 你觉得 最没有你的缘分 你最不想看到它了 你觉得它最弱的 那你就把它换掉 你打一通电话 给我们 我们全力来帮助你 告诉我们说 你到底是想要换到低价位的 中价位的 或者是高价位的 选一档 把你最不想 留 继续握着的弱势骨 换到我们帮大家准备好的 蠢蠢欲动的兔子上面 那么 接下来的好行情 我相信 你会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 握着强势骨来 赚 行 请 想要成为赢家 欢迎把握广告中的电话 让我们 再次持续地来 帮助大家 休息一下 待会儿到节目现场 期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随密性能 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牌 气密窗 2987 1111 纵横股海 成为赢家 华冠头顾 赖分析师 精准的多空研判 透实的产业分析 顺应趋势 做操作 掌控风险 摆第一 把获力变成习惯 把亏损拒绝门外 带您实时累积财富 带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赢家热线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门 为谁而开 华冠头顾 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总的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 才是正确方向 华冠头顾 冠领群雄 带领真诚 专业精进团队 请找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 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森田药庄 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黄金双解鱼 五站到达安 精品饭店宅 PGW国际建筑团队 台北时尚 一致三房 2948-6777 欢迎继续收看掌声响起 上个礼拜节目当中 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到了 中价位的 4528的江心段 今天大涨 另外一档 高价的汽车领主兼个股 今天同样是大涨 而且直接就创了 波段新高 这是哪一档呢 节目中的老朋友 主要的产品 倒车雷达 以及倒车影像系统 倒车影像系统 3552的同志 在上个礼拜四 我们仔细看 弱势股大盘 跌了522点 强势股3552的同志 它一样 创高之后 拉回震荡整理 低点 越电越高 所以我们一样写 这几个字给大家看 创高 整理 接下来它要做什么动作 回想一下 当天它也不过小涨 3.1个百分点 这样的一个强势股票 也是高价股 我们不是直接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分享吗 那如果你在今天做买进 会有什么样的获利呢 仔细来看 今天 10点之前 都还有相当棒的一个价位可以买 买完之后开始震荡走高 盘中最高涨了7.9个百分点 再创 波段新高来到198.5 很标准的强势股走势嘛 创高 整理 再创高 今天直接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而它反映的就是这件事 有机会慢慢来跟大家聊这件事 因为如果你了解过去维生的创新高 成为汽车领主舰古王的历史 那么你会对它越来越有兴趣 你可以持续去赚它的波段好行情 那么在跟大家谈完了 汽车领主舰之后 上车的机会 或者我应该讲 兔子 它不只出现在 汽车领主舰里面 上个礼拜 礼拜四 休假前 我们还特别拿了 另外一个强势主流 运动大联盟 来跟大家做分享 把当时已经露出两只耳朵的兔子 蠢蠢欲动的兔子 直接在节目中跟大家做分享 这些股票 不只是我们会员朋友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到它 狂奔的这一段 哪一些股票呢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运动大联盟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 今天前涨幅的前15名 我们仔细看 特别做记号的就是今天 创了波段新高的股票 包括了1452的宏益 1464的德利 以及1457的宜进 这些股票 我相信你持续收看我们节目 你对它们都耳熟能详 那我们就从加工师这个族群来看 加工师这个族群 它是做布料的原料 那像德利 它就是做长签布跟短签布的布料 那么加工师这个族群 我们一开始跟大家介绍是哪几档 仔细看一档接一档在赚 1455的集成 三月底的时候 当时它的价位 差不多在9块 盘整了三个月在9块左右 我们介绍给大家之后 沿路往上涨 今天都已经来到多少了 14.8 从9块涨到14.8 超过5成以上的空间 那大家想 既然整个加工师的族群 已经有领头羊冲出来了 那后面其他的加工师股票 当然它不会寂寞嘛 所以接着我们是不是又跟大家 分享到了这一档 这是被市场所忽略掉的 1457的宜进 在我们5月18号送给大家的 先知先觉赚标股当中 放在第二档 大雄的最爱1457的宜进 整个看好它的理由 在这边我们都有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今天呢 它一样大涨在创波段新高 所以你会发现 吉盛沿路在创波段新高之后 宜进是不是跟上脚步了 今天还在创波段新高 那么到了最近呢 整个加工师族群 接棒的不就是他吗 1459的联发 今天一样大涨创了收盘价的新高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整个加工师的族群 在全球运动风潮带动下 它需要的加工师延伸到布料这边 需求非常大 反映出来就是这一些 我们国内的加工师的好股票 它沿路的一档接一档在创新高 我们也一档一档的帮大家逮到了 接棒演出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所掌握到的 接续在今天才露出耳朵的兔子 到底是哪一档 仔细看 1452的红翼 我们来看 这个 你今天带会员朋友买进 买进它结果怎么样 直接创了波段新高 收盘涨停 无论你今天在哪个地方买 你只要不是去追涨停 你通通都是获利的 早盘我们带会员朋友买 尾盘 一样收在涨停 创了波段新高 是不是一样 大盘是弱事股跌了522点 它呢 强势震荡 大盘 一开始转强 它直接跳上去涨停 创波段新高 而这档加工师的个股 它蛮特别的 它做的东西不是一般性的 它做特殊规格的加工师 所以呢 仔细看 这样特殊规格的加工师 刚好是市场 现在目前极需要的 它还去扩产 反映出来是 今年的营收跟获利 都会是相当漂亮 好泥档的景影 所以那股价才能够 接续着 急胜移进 连发之后 直接创波段新高了 所以你会发现 你掌握运动大量的个股 一档接一档 它会去轮掌 上个礼拜 我们还没有跟大家介绍到 这一档 已经伸出耳朵的兔子 今天看它直接冲出去了 当然直接把老鹰撒出去 抓到它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强调 不只是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看到 蠢蠢欲动的兔子 今天一样会有其他 接续冲出来的兔子 来让大家赚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 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算先帮大家掌握住的 这个运动大量当中的 蠢蠢欲动的兔子到底是哪一只 不就是他吗 2108的南地 这一档股票 一样找在 我们5月18号送给大家的 先知先觉赚标股 放在头牌第一档 一登大师 2108的南地 当时我们特别跟大家强调 它第一季的 税后1PS0.54块 已经几乎达到 它去年全年的水准 而且 它在4月跟5月的营收 都在创历史新高 那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 营收表现跟获利表现 大家想想看 我们介绍给大家之后 拉出了29个百分点 创新高之后 它开始在拉回整理 开始在清洗筹码 当它在转强的时候 上个礼拜四 我们是不是请大家来锁定 强调 它是领先 露出耳朵的兔子 今天呢 震荡走高 涨了9.2个百分点 收最高 眼看着 创高整理 再创高的走势即将实现 相信 除了这档股票 除了我们会有没有 已经坐在获利列车之上 有买进的 同学们 我相信你今天 你都还有低点可以买 买完 直接开始赚 这不是很棒吗 所以 我们不断地 在近期跟大家做邀约 我们希望大家 借掉 抱着弱势骨抗行情 这样的坏习惯 养成赢家的好习惯 握着强势骨来赚行情 所以今天我们一样 持续地要帮助大家 请进我们团队的力量 要来帮助大家 因为除了领先冲出去的兔子之外 今天接续一只一只的 又冒出来了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把握这一次上车的好机会 一样三档股票 高价股 中价股跟低价股 你把你不想再持续留的弱势股 换到这些 欢迎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告诉我们 你想要哪个价位的 让我们可以持续地来 帮助大家成为未来的赢家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国派亲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额牌气密窗 2987 1111 纵横股海成为赢家 滑罐头顾赖分析师 精准的多空研判 透实的产业分析 顺应趋势做操作 掌控风险摆第一 把获利变成习惯 把亏损拒绝门外 带您实时累积财富 带您客客迎接幸福 速播赢家热线 02-6630-3221 6630-322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滑罐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总的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方向 滑罐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真诚专业精进团队 请找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滑罐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降一度 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降了 就是降了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一台不需要安装冷媒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气